湖南恒山连环命案 43小时连杀6人 2016年1月15号下午到17号上午11点 短短43个小时里 湖南恒山由穷凶极恶的歹徒 作案三起连杀6人 而且这所有的案件都只是一个人做的 一直到17号中午 27岁的凶手聂永禄被抓获 当围捕他的村民发现他的时候 他正躺在一处坟地里 正准备用一把匕首自杀 他上身赤裸 左右小腹都在流血 已经没有了抵抗能力 这就是震惊一时的湖南恒山连环命案 这个犯罪嫌疑人聂永禄 男 27岁 出生于湖南省恒山县电门镇原天村 他父亲是一个非常朴实的当地农民 和很多农村父母一样 父母对这个唯一的儿子都非常宠爱 尽管家庭条件很一般 但对于儿子提出的要求几乎都会满足 2010年 父亲把儿子聂永禄带到了广州 带在自己身边学做生意 但是聂永禄吃不着苦 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 后来聂永禄从家里带点钱 就出去玩了 也不和家里联系 等到钱花光了 再回家找父母药 再往后来又染上了毒品 这样的日子从2010年到2015年 足足持续了五年时间 据他父母说 按发前两天 他正打算跟父母要一万块钱 说准备考驾照 但是父母说没有 于是他就发脾气了 说如果不给钱 就去抢劫 父母都以为他在发脾气说气话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他真的这么做了 一月十五号下午三点 在恒山县电门镇 一下钢材店门口 聂永禄骑着一辆摩托车 左顾右盼的寻找目标 这时候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 拖着行李 刚从公交车上下来 于是他就凑上去问 妹子你去圆天不 这个女大学生叫林福芝 今年刚大一 才十八岁 刚刚放暑假 按照惯例 她从长沙坐火车 再转汽车 最后在钢材店门口坐摩的 要回到位于茶园村的家 因为不认识聂永禄 女孩并不想上车 聂永禄就说 茶园村的人我都认识 他这么一说 女孩犹豫了 聂永禄劈手把他的箱子 给夺了下来说 上车吧 你听我口音 咱们是一个地方的 肯定没事 于是女孩就上了他的摩托车 然而没多久 事情就发生了 车只开了一公里 在应该拐弯的地方 聂永禄突然加速 直着向前离开了岔道 女孩赶紧叫了起来 你赶快停下来 我不坐你的车了 说着话 他直接跳下了车 这时候 他看到前面不远处的小山上 有一个老人正在干活 于是就喊 爷爷 救我 这个老人 是当地六十四岁的罗学云 村民都叫他罗书记 因为以前他曾经在 当地乡里当过人大副主任 为人很热心 厚道 听到女孩子的呼救声 他就拿起手中的木棍 把正在往山上爬的 福林芝这女孩给拉上来 然后看到后面 然后看到后面聂永路也跟过来了 老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老人就开玩笑说 两口子 吵架不要跑到山上来 有事在家里说 这时候 女孩赶紧冲了他拼命摆手 他要杀了我 老人顿时觉得事情不妙 就赶紧站在两个人的中间 让福林芝往山上跑 这时候聂永路喊 你别多管闲事啊 我告诉你 我一刀捅了你 没想到 第一场命案 真的就这么发生了 当女孩福林芝再次拐回头的时候 她看到老人 已经被躺倒在地 而聂永路手上的一把军用匕首 正在滴血 后来行李现场时 老人的儿子发现 老人当时身上随身携带的几千块钱 也没有了 杀人之后 聂永路继续往山上跑 一把抓住了福林芝 福林芝挣扎着拼命从山上滚了下来 他的脸被山上的撒草刺的全都是血痕 但是没想到聂永路也追了过来 最终在山下 她被聂永路一把抓住 并被匕首刺中了她的脖子 女孩后来回忆说 当时流出的血 就像自来水一样流出来那么多 她使劲按着自己的血管 最终艰难地爬到大路上 获救了 算是逃了一命 再说那个凶手聂永路 她看到福林芝烟眼一息 于是就没有再继续动手 拐回头 推着摩托车 上了国道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多 她出现在三十多公里外的 开云镇山竹村 在那儿 有村民见到了她 那位村民回忆说 聂永路当时在路上走着 神色很慌张 村民觉得很奇怪 前面是一条死路啊 而且前面只有自己家 于是就扭回头问她 你要去哪啊 这是一条死路 聂永路这时候访问她一句 恒阳往哪走啊 这村民呢 就往西边指了一条路 说那条路往恒阳去 但是聂永路并没有去衡阳 而是到了村子里的一户人家 杀死了家里四个不满二十岁的孩子 这一天是十六号 当天下午 下起了大雨 五点半左右 这户人家的主人 邝润华下班回家 按说家里应该四个孩子都在 可是怎么敲门 就是没人开门 用竹竿去敲窗户 包括往家里打电话 在微信群里去问 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邝润华心里慌了 他就赶紧进了别人家的楼梯 从二楼阳台摸了进去 刚一推开门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 自己十九岁的女儿 邝庆瑜 已经躺在地上 躺在了一滩血里 摸了摸 身体还是温热的 但已经没有呼吸了 十岁的侄子欧阳俊逸 躺在姐姐身边 全身都是血 十六岁的侄女谭庆如 也躺在客房门口 裤子没了 而十二岁的儿子 邝顺逸 则躺在自己的房间里 身体已经完全僵硬了 邝荣华分析 早上九点 女儿躺进鱼出门 下午四点多 她带着侄子侄女回到家 这中间啊 只有儿子一个人在家 而她回家发现 儿子的身体已经僵硬多时 应该不是下午去世的 而且家里厨房有做饭的痕迹 厨房的网筷不在平时孩子吃饭的地方 自己的床上也一团乱 明显有人在那睡过 她想 凶手应该是上午 留进家里 杀掉了儿子 之后 他又从容不迫地做饭 睡觉 又在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杀掉了刚刚上楼 还没来得及进房间的另外三个孩子 在框架房子的后侧 他们看到了聂永路留下的脚印 很明显 她是从二楼阳台上攀爬而下 离开了作案现场 这天晚上 聂永路是在离死不远的尸谷村 一间废弃的房子里过的夜 当地的一个男性村民告诉记者说 17号早上十点多钟的时候 他还在房子门口 看到穿牛仔裤 黄色上衣的聂永路 从房子里走出来 当时这村民说 哎呀 我们当时是没有抓住他 不然不会有后面的事 他说的后面的事 就是说 第三起命案 第三起命案的直接目击者 竟然是一个只有七岁的小姑娘 玲玲 当时他亲眼看到 他的妈妈 三十一岁的母亲 在这天上午十一点左右 被聂永路杀了 当时 小女孩在家里二楼阳台 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在楼下 啊啊的大叫 这时候 他看到一个男人正用刀 使劲捅自己的妈妈 幸亏这个时候 家里还有一个表姐在 表姐赶紧抱着他就往外跑 表姐说 聂永路当时杀完人之后 还不慌不忘地上了二楼晃了一圈 当时他紧紧地抱着玲玲 躲在房间里反锁了门 拉紧窗帘 这才算是躲过了一截 做完这些案件之后 聂永路跑到了离死一公里外的姚家湾村 他最终是在这里被抓获的 他是如何被抓获的 被抓的时候又发生了哪些事 以及 以及最重要的 他的作案动机究竟是什么 咱们下期再说 的 場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